打了快40多天的俄乌战士 俄军终于有总指挥官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任命 南部军区司令德乌尔尼科夫 出任在乌特别军事行动的指挥官 这个身材壮实 眼神狠烈的男人 如今已经60岁了 他打了大半辈子仗 手段是出了名的残忍 曾在叙利亚战场实施无差别轰炸 死伤惨重 被称为叙利亚徒夫 普京为什么要临时换成这个果断飘悍的指挥官 或许能从指挥官 德乌尔尼科夫的经历和过往手段 归探一二 德乌尔尼科夫于1961年出生 后就读于苏联军事学校 并加入苏联军队 在学校期间 他发现了相比于作战 他更适合战略指挥 于是 毕业之后前往莫斯科高等合成军指挥训练学校进行深造 毕业之后 刚有了知识积累的他 就被派往俄军各大军区轮流服役 与士兵们出生入死 积累大量的实战经验 先后历任排长 连长 营参谋长等职务 学也上了 仗也打了 已经是杀人武器的他 在服役结束之后 居然跑到军事学院进修 于是这把宝剑被打磨得更加锋利 用于让人闻风丧胆的车臣战役当中 他指挥第一进卫摩托化步兵团 在车臣打击恐怖分子 他还带领这支部队 参加了极为残酷的格罗兹尼巷战 车臣的残暴 已经形成了共同认知 传闻 车臣路过 路边的狗都得挨两巴掌 与车臣对抗的俄军 也不是软柿子 这场将战是越战之后 最为残酷血腥的城市战役 俄军一千人 仅仅只幸存了一百人 到处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车臣踩踏着俄军尸体前进 甚至把这些死尸堆起来 当人陆堡垒 简直是对死去士兵肉体的侮辱 德瓦尔尼科夫 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残忍杀害 甚至被侮辱 恨意积攒在胸腔之中 这把刀剑不仅锋利 还脆上了毒液 他对待生死早已麻木 因此愈发的冷酷无情 2015年 俄罗斯干预叙利亚内战 派德瓦尼科夫为叙利亚战区的 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官 面对顽固的对手 他二话不说 直接动用毒气 除此之外 他出动近万甲飞机 低毯式扫荡进行轰炸 他甚至支持 在近距离下使用巡航导弹 进行精准打击 滥杀无辜 残酷至极 他的血腥指挥 造成了叙利亚平民的大规模伤亡 可怜的平民 纷纷死于战火之下 挂着灰激 场面惨烈 联合国秘书长 对于这场军事行动 评价为 本世纪全世界目睹的最大暴击 德沃尼科夫也从此被称为 叙利亚国夫 虽然他手段极其残忍 但是以飞快的速度 帮助叙利亚政府收复了众多领地 基本扭转战局 因此战功显赫 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他俄罗斯联邦英雄的称号 并亲自为他佩戴俄罗斯联邦英雄 金星奖章 5月9号 俄罗斯反法西斯胜利日即将到来 俄军需要扭转在乌克兰长期拖延的局势 获得鼓舞迷心的军事战绩 因此 选择很力的德沃尼科夫担任指挥官 布施为最快速有效的决定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称 他们选择谁来当指挥官并不重要 要当心 这位将军把叙利亚战区的经验搬到乌克兰 俄军即将在顿巴斯地区 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一举消灭东部地区部队 而德沃尼科夫又极为熟悉对马斯 未来 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